国宽肺炎疫情至今未受控制 路透社报道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警告 若疫情无法尽快解决 全球将面临抗生素及其他药物短缺问题 伍德克在北京一场圆桌会议上说 疫情不仅将导致全球药物短缺 汽车产业库存量也不断升高 许多企业包装材料即将用尽 且面临监管层面的不确定性因素挑战 这场疫情将使企业重新思考 在中国以外地区的多元化经营 英国金融时报12号报道 印度制药大厂西普拉警告 除非中国供应商恢复生产 否则印度大多数制药公司 在二月底可能会出现原料短缺 分析师说 印度虽然是世界最大的学民药出口国 但其原料有七成依赖中国供应 如果疫情无法在短期得到控制 导致中国供应商无法复工 物流受阻 全球制药产业可能出现断裂 甚至面与病人无药可医的危机 金融时报报道 大药厂通常会维持三到六个月的原料库存 以因应短期风险 美国辉瑞药厂表示 该公司至今没有受到干扰 因为其多数成品及原料 不是由中国供应 英国制药厂格兰素时刻则说 短期内没有问题 但需密切关注情势会持续多久 新唐人也在电视也恩杰变异